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的事是指修行者 不只是只要进入修道院的人 对所有渴望在灵性成长的人都适用 必须先从简朴生活的意志和判断操练开始 在生活中仍有各种的可能性 在信仰中做了选择后 要靠意志向下扎根才会有成果 这时也需要判断 因为在旅途中有许多挑战和考验 需要分辨 选择和做决定 尤其是陷入人眼中的得失利弊时 这时更重要的就是聆听天主的旨意 判断就重要了 在士林神哲学的背景下 圣依纳学提到 要用理性的意志和判断的双足跨越门槛 所以是让这两个在一起并用 而不是有了意志却不会判断 或做好判断 但没有意志坚定去做 就像一只脚在门里面 另一只却在外面 如果双脚都跨越门槛 就是入门了 以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全人 全心 全意 全力 所以修道不能三心两意 或想脚踏两条船 是同样的意思 面对灵修成长 如果态度不全就是分 心不宁静就会不安 不安的灵魂很容易被魔鬼 用似是而非的方法攻击 或是相反地造成心窄 让人的判断没有了 不清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在困难重重下 就无法全力以赴 就如微微一阵风 就可以把人吹倒 而信仰内的平静和安宁 能让人经得起各种考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